另一位劉兆豪和先议员洪宗凯去年举办了赠送花卉盆栽活动引起民众热烈回响 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感谢 在母亲节前一天他们又再次联合举办了赠花活动 现场可以说是大牌长龙 两千株盆栽不到两个小时就被民众给抢光了 一边发放花卉盆栽一边对着妈妈说着母亲节快乐 今天一大早每位妈妈顶着大太阳排队 就是要拿到刘兆豪以及洪宗凯亲自送的花卉盆栽 去年开始立法委员刘兆豪就举办了赠花活动 引起民众热烈回响 决定在今年的母亲节前夕 再来到鲤鱼山以及中央市场 将两千株盆栽一一的分送给妈妈们 并且鼓励大家以行动来表达对母亲的爱 种这个花希望是可以让所有的妈妈或者是乡亲 拿回去自己的家里栽种 无论是在土地上或是在盆栽里面 它不是一次性的花朵 而是能够长期的栽培 所以我们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振画活动 除了表达我们对母亲的感恩之外 也希望透过这样家家户户大家都能够栽种花朵 值得开心的是说刚刚有好几位民众说 他们去年带回去的花 到现在还在盛开当中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每年都继续办 然后呢让台东市的花会能够越来越多 变成一个标准的花园城市 绿色的城市 两个场地隔一千株的盆栽 都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民众抢空 刘招好强调这场振花活动 不只是为了要庆祝母亲节 就民众将盆栽带回家里栽种 也希望未来可以将台东打造成为美丽的花园城市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记者财战同事报道